俄乌战场出大事了 在乌军入侵俄罗斯半个月来 我们看到俄罗斯展开最强力的反击 俄军对乌克兰发射了127枚的导弹 跟上百架的无人机 再在瞄准的基辅最重要的水力发电厂 狂轰猛炸 普丁的盘算 只要一枚给我打中了大坝造成溃蹄 水淹基辅 那么下游上百万居民就走投无路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场最大规模的空袭 却向世人曝露了他致命的缺点 多少枚飞弹根本没有炸到的目标 半路软角就掉在水库里了 普丁的弹药库弹尽圆绝了吗 对 这个库斯克地区发动了逆袭 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周了 最新的战果如何呢 在今天有乌克兰的将领是表示 他们占领的大约 这个俄罗斯的领土 有1300多平方公里左右 还包括了上百个聚落 这是一个最新的战况 那么从这个地方是库斯克 那么现在因为普丁疑似是急了 所以赶快下令 俄军紧急调兵 大约有三万的兵力 从莫斯科这个地方 要来到库斯克这里 其实外界都推测说 这恐怕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因为尤其是在乌东这个地方 战况相当的激烈 可能不止这边有三万兵力 要从乌东的地方 也会调兵来这个地方 所以渴望可以减轻 在乌东地区乌克兰军队的 一些这个压力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 在泽伦斯基今天是表示 他希望9月的时候 可以前往纽约要见拜登 希望向他提出一个胜利计划 胜利计划也会给贺锦丽 也会给川普 那么库斯克的入侵行动 就是胜利计划当中的一环 那么他也希望 可以透过这个胜利计划 来对俄国进行施压 希望普丁可以就此来 终结这一场俄乌战争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 最新的国际推播 再把时间交完给金仪 不知道是普丁急了 还是他恼羞成怒 因为我们上礼拜 上上礼拜 最近这两三个礼拜以来 一直都提到 乌克兰已经反攻到俄罗斯境内了 结果俄罗斯这两天传出来 他发射了127枚飞弹 还有109架的攻击式的 这个自杀无人机 然后去攻击这个乌克兰的 电力基础设施 导致乌克兰大规模的 这个民生用电 还有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都遭到这个俄罗斯的空袭 然后变成大规模的这个停电 遭殃的还是战场上生活的 这些平民老百姓 你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都是乌克兰境内的 这些重要的包括发电厂 还有这个电力设施 遭到俄罗斯大规模 这个叫做什么战场上有一个专用名字 叫宝核攻击 尤其它超过100枚的这个飞弹 乌克兰遭到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攻击 和大规模空袭 它也不是省油的灯 它一定会扳击 所以你看到乌克兰 它创记录 创了什么记录 我跟大家讲 它轰炸 在它距离巴射地 远在3000公里之外的这个俄罗斯 你看到没有 打到3000公里之外 它用什么打 我很讶异 乌克兰打的这个地方 它攻击的目标 当然是俄罗斯的一个基础的炼油设施 那它的地方 先跟大家讲 莫斯科在中间这边 飞过莫斯科的头顶 所以表示 它可以打到超过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这个地方 也就表示 它这个3000公里远的飞弹 它也可以打中这个莫斯科 所以普丁你是不是要创了一旦 你看到没有 但是普丁的这个炼油基础设施 在这边被攻击之后 它也不是这个 好像没什么无所谓 现在是怎么办 现在是 这个俄罗斯最需要外汇 最需要赚钱 它的天然气的输出管 还有这个炼油的 这个炼油产的设施 都是要靠这个来赚钱 乌克兰既然太岁爷头上冻土 把这个俄罗斯赚钱 用以为生的外汇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它也去把它打 这可以生产50种不同的石油 上次俄罗斯的油库 在会轟炸 结果它损失多少钱 两亿元美金 所以这个是精准轟炸斩首的概念 要炸就炸俄罗斯 最重要最大的炼油厂 好了 你打我的外汇来源 炼油厂让我原油输出 受到了挫败 那普丁怎么报复 他就在狂射超过100枚的飞弹 去轰炸你乌克兰 尤其是乌克兰 炸你基辅的水坝 我不但水冤你三军 让你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没有办法行动 甚至拖垮你的战场上的 各方面的攻击的攻势作为 甚至可能影响到你中下游的老百姓 俄罗斯的飞弹专门去袭击乌克兰 这个首都基辅的水坝 那基辅的水坝 它的水量 除水量你看 高达37吨 将近37亿吨 将近40亿吨 如果它那个水坝大巴全面解体 你看它是其中一个破口被炸毁的话 这个是上一次的画面 状况是非常的严重 一旦破口 全部破的话 制造的话 水一下来下游就是上百万人 对上百万人会无家可贵 还有死于卑秘 你姑且不说军队能不能行动 这个俄罗斯完全不考虑这个后果 真的是撒红了 但是你来看看 这上次的画面 我们来看俄罗斯这次 要击中它的水库 有这么容易吗 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怎么说呢 俄罗斯发射的据说是 他们惯用了KH-101的巡弋飞弹 它去攻击基辅它的一个 之前呢 结果就墜落在基辅附近的一个 水库的画面也出现 它竟然掉到水面上 你怎么精准度那么差 这是独家的画面 还没打到大坝 你如果要炸大坝 你就来炸 问题是还没炸到目标 半路先软角了 是 这不是很强势 非常好笑 所以东升今天特别提供这样的一个 独家画面让大家看 俄罗斯的巡弋飞弹 既然半途软角 没有击中它的大坝 或者是让它溃堤 反而因为它的系统 它的这个状况 导致它掉到了这个水面上 普丁的后勤 是不是弹尽圆绝 刚刚半路软角的 这一个导弹是其一 第二 这一排摩托车怎么回事 这一台摩托车不是看了让大家来说 我们要比赛吗还是干嘛 这是俄罗斯军帮 特别展示它的军车面前 这一排排的摩托车 我们最近不是提到说 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要紧急调一队部队和兵员 去防范乌克兰的军队长驱直路 越打越深入 但乌克兰打进去俄罗斯的战场之后 俄军的后勤似乎比不上越来越不足 尤其是他们提供的这些越远摩托车 据说俄罗斯打算把他们分配给俄军 这些做法怎么说 无疑是为了节省 就是给大家看就节省他的成本 所以但我以为快速以防 应该是装甲运兵车 你没有看到装甲运兵车 居然是发给他们摩托车 对 叫他们骑摩托车 我跟你讲 被无人机锁定更好攻击 无人机直接就丢下去 他的这个摩托车连人带车都炸毁 你看以后没有兵员怎么办 那俄罗斯用这种方式来防堵乌军的攻击 乌军我们最近讲到说 他们在无人机上面 真的是越来越出现新的状况 对 乌克兰的新火箭无人机亮相 你看这个是帕尼安尼西亚的远程无人机 看起来它是一个定义机 你看到这个外形 这样的一个外形 它的速度至少可以达到每小时430公里 算是相当快 比我们的高铁还快 它的飞行距离也可以达到1800公里 我跟你讲 在基辅乌克兰首都 大概就可以飞到了这个俄罗斯的莫斯科 足够了 那你用这样的现在画面上看到的乌克兰俗称 因为这个新火箭无人机 又俗称面包机 它的外形就像这个整个长条的这个面包一样 首次投入这个俄乌的战场 它的实战 而且呢 如果它能够这么精准 你说背后没有美国提供它的一个GPS的定位 或者是STARLANK它的叫星链它的帮助 让美国提供乌克兰它的一个军事定位情报 那它怎么会对俄罗斯的各个目标描得那么精准呢 这就是普丁的心头大患 美国精准导引 乌克兰你就负责给我打游荡弹药 这么多蛮天在乱飞的精准打击的弹药 随时跟死神一般 普丁怎么办 所以俄乌战场这两年看起来 两年多下来 似乎是无人机来决定胜负了 因为乌克兰会惯用无人机 当然俄罗斯也赶快加速生产 他自己生产不足的话 他还是会想办法找外援 当然我们常讲到他找了外援 就是他的好兄弟 这个联合的这个盟邦 包括伊朗 包括这个北韩 但尤其是他现在自己加速生产的状况 他的速度已经可以快到是 平均大概伊朗的10倍以上 我们知道因为伊朗本身就有见证者 一三流这样的一个这个无人机 那我相信俄罗斯跟伊朗交流 以大家知道这些技术 他们本身也会生产 而据说乌克兰呢 他用无人机 就是一般的FPV 小型的那个四轴 传统四轴型的要遥控的无人机 他就用以小博大 用这种FPV 为什么 FPV一价大概就是350块美金 那我对付你这个俄罗斯 动辄五六千万七千万的 这个装甲坦克 你知道战场上最脆弱 就是战场的顶盖 他那个天灵盖 我看到你七千万美元的 这个坦克开过去 管你是这个T70 还是多少的 直接给你开罐 我直接开罐 然后直接把战轮丢下去 从你天灵盖这个顶盖 丢下去就棒 350块美金 对你七千万美金 哪个划算 所以你说最后的俄乌战场 决胜的关键之一 就是看谁的无人机 可以快 可以远 可以精准猎杀 我就问 刚刚你提到了 最可怕的是 乌克兰的无人机羽 数量很多 而且非常灵巧的控制 他怎么训练他的无人机 这就我们要看 东升特别提供这个 爆新文号 给大家看独家的画面 这个独家的画面 就是乌克兰军方 在训练他们的 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 也就想象 等于是无人机的飞官 他们在游戏的这个高手 好像在打game 那没想到在战场上 都变成这种战场上的猎手 画面上是一台 乌克兰军方用来训练 他们的这个操控人员 无人机去追什么 追这些障碍物 他追着是刚刚战场上 出现了一台这个 你上日本的这个日产越野车 在道路上很快速的行驶 他要跑给你看到没有 上面虽然四周左右 上面都有架设 他的这个网子 铁网去保护他 他就是在训练说 有人开车 然后无人机开始去追逐 训练乌克兰的无人机的 这个操控的人员 怎么样飞跃障碍物 避开这些东西 然后避开电子战 对抗的这个措施 而且你要迅速的追上这个 那个越野车 你把越野车想象成是 二军的车辆 或想象成二军的坦克装甲车 那这些无人机是不是追到了 他就可以丢撒弹丢下去 那你就这样子 一直在训练 一直在训练 好像在特技飞行一样 这些无人机的高手 操控高手 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二无战场 危机倒数 现在风口浪尖上的乌军 摆明了你普丁去哪里讨救兵 我就炸哪里 普丁才去了高加索 下跪讨救兵 结果乌军就把高加索港给炸了 为什么说越来越危险呢 根据美国的情资 明天8月24号 是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 33周年的日子 为什么危机最后倒数 现在传出 普丁极可能选在这一天 对于连日入侵战里的乌军 展开最猛烈的袭击啊 普丁被逼入死角了 普丁忍无可忍了 下达了两个军令状 第一个 全面攻击必杀力 第二个 全面斩草居足力 普丁一起来了 好 两个军令状跟大家解释 第一个什么叫做 全面攻击必杀力 明天8月24号 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全境 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跟飞弹攻击 为什么选在明天 各位说 马老师 你怎么可以预测到普丁明天要攻击 我跟大家讲 各位去看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官网上 发声明 说明天是乌克兰独立纪念日 乌克兰脱离苏联33周年 乌克兰要大规模庆祝 给俄罗斯看 我们独立了 我们脱离你了 我大规模庆祝 但是美国的官网上说 普丁在明天 飞弹无人机 要全面攻击 我跟你讲 美国大使馆敢在官网上贴这个声明 代表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是有情知显示的 代表普丁已经在动了 被美军已经侦察到了 第二个告诉乌克兰 你们不要去庆祝 刺激了 你要全力做防备 第三个告诉俄罗斯 你不要轻举妄动 你的东西我全部知道了 所以他就故意 在今天公开这件事情 哇 俊相 我们来打个赌 明天普丁会不会 全面攻击毕杀令 哇 这个赌 胜负几个小时之后就知道了 而且 哇 关乎多少人民 因为普丁 第一个 你攻击我莫斯科 我忍无可忍 第二个 你乌克兰公开说 美军他们都在你的俄罗斯用武器 他忍无可忍 他已经到忍无可忍了 好 这个全面攻击必杀力 我刚才还讲了一个 全面驱逐 入侵的这些乌军 好 不听说 10月1号以前 全部把我赶出俄罗斯 赶出库斯克 所以你今天的美国情资 跟你昨天预告 10月1号 两个是因果串在一起的 刚才是 明天是因为是乌克兰独立纪念日 是 那10月以前全部要赶掉 对 普丁为什么这么心急 第一件事情我跟你讲 大家都不知道 电视上绝对没人讲 10月2号 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建交75周年纪念 天哪 怎么全部连在一起了 我给你讲 普丁林下令 是 为了拉拢中国大陆 是 他们要在10月2号 盛大的举行庆祝仪式 是 庆祝跟中国建交 如果你现在乌军的 无人机已经逼到 红场外30公里的话 我怎么庆祝 你如果那边还在打 对 还在我俄罗斯里面搅 我心神不宁啊 我怎么可能 跟中国大陆去好好进入 还没完 10月 俄罗斯东道组 要办金砖国家高峰会 金砖国家高峰会 习近平要去 要跟普丁在俄罗斯见面 印度的莫迪总统要去 伊朗总统要去 那么如果爱尼岛多没面子 如果那时候还不能清楚 我金砖高峰会 不要开了 不要开了 不要办了 好 但是这就是个陷阱 我认为是美国部的陷阱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库斯克很难 这是俄罗斯跟乌克兰边界 这边是河 现在河上的桥都被已经炸掉了 对 没错 好 你要从前线把部队拉回来 一定要从前线拉回来 我告诉你 这是美国跟乌克兰的 唯卫救灶计划 唯卫救灶啊 整话成讲 我就让你把前线的部队先拉回来 是 还有的是摁中捉鳖计划 因为你前线部队一拉回来 我跟你讲 我这个撤退的部队一面跟你对上 对 我前线的部队从后面追你 我前后包抄 前面把你包抄 然后你的支援部队也过不来 因为我的桥全部都把你炸掉 连扶桥都炸掉 你增援的部队也过不来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石澳鸟之计 所以现在 所有重要的日期都在现在发生 大家都在想 我要怎么去清理战场 谁会重计 谁会连环计 一石澳鸟计 唯卫救灶计 三十六计全都在这里发生 乌克兰说 我们不是阳脚下 我们不是吃素的 乌克兰 我告诉各位来看 第一个 他把高加索港给炸得稀巴烂 各位看 这个多可怕 这个是乌克兰海王星飞弹打的 而且打到什么 打到这个渡轮 是 这渡轮是 这个渡轮 它是干什么 它是打油罐车的 上面全都是油 所以 啪一下 把它打下去 所以乌克兰居然 四面点火 不只在库斯哥一地方 所以俄罗斯不只一个地方 本土被攻击 各位看 这个俄罗斯人看得心不心惊胆战 还没完 我再跟大家讲 看 他居然就攻击了俄罗斯 马里洛夫卡空军基地 这个空军基地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我告诉你 这空军基地 第一个 它里面有油弹库 是 那俄罗斯最怕油被炸 对 第二个 里面有15架苏凯34 是 对 12架苏凯24 结果 重兵部在这个地方 对 结果呢 结果全部被这个飞弹击中 他怎么可以这么准团灭啊 我给你讲 我再讲一遍 他有15架苏凯34 是 有12架苏凯24 对 全部被炸掉 全部被炸掉 那我问你 俄罗斯他的这个 防空系统 防空系统 300 400 还有世界上最好的500 都被戳瞎了吗 我就告诉你 这个绝对不是乌克兰自己打的 乌克兰哪有这么厉害啊 又是美国 美国 英国 波兰在后面 是 天眼系统在帮他看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来 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 乌克兰现在武器在世界给我给他 对 我认为这是世界大战 为什么 俄罗斯现在面对全世界各种最新 各新式的武器 是 你看这个是米8的直升机 对 我从来不晓得米8直升机居然武装 上面有这个机 机手有机枪 对 然后他在打什么 他在打无人机 而且准到不得了 你看等下前面火光棒一爆 注意看 前面火光爆 是什么东西 他把无人机打掉 对 你用机枪空对空 这个是很二战的打打 然后无人机这么个小黑点 但代表他改装成功 米8的这个直升机 他机手是没有机枪的 他撞机枪 而且把这个无人机 砰砰砰砰砰砰 把它打掉 所以 这代表什么 世界大战 俄罗斯最精锐的武器 对着世界18国 最精锐的武器 硬碰硬 在俄罗斯战场上 居然进行了各种新式的实验 好 那俄罗斯现在产到什么程度 来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俄罗斯 你想象不到 这是什么 他们在 居民在自制防空 水泥 这个防空洞 逐起水泥防空洞 对 已经挨打到 不去躲防空洞 过些火了 对 我告诉你 他现在 自己建防空洞 对 然后是民众自己建 他现在已经建好了六四个 他还要继续建 是 所有的旅馆啊 这个车站啊什么 他都要摆这些东西 二无战场 珠洋变色 今天给您看到这段画面 太惊悚了 这个是 俄军的地下指挥中心 被乌克兰的米格29 精准轰炸 炸成了一团火球 你看看 巨大的油库 另外一个视角 被无人机来回的袭击 这把火烧了三天三夜 最后只能出动圣像 降魔灭火了 但普丁怎么可以放任乌军 这么八头无极限呢 他下令 十月要把乌军驱逐出境 这么巧 他也安排十月 要去会见习近平 讨救兵吗 中国国内经济改给一根草灰搭 要如何筑权普丁呢 俊相 你看我的表情 是 无解了 无解了 你看过普丁下跪吗 普丁下跪了 对 你看过普丁下跪 你看过 二战之后 莫斯科会遭到攻击吗 我告诉你 俄乌战争出乎意料之外 剧情急转直下 到了死结的地步 他去贝斯兰的公墓 献花啪就跪下去了 好 我简单讲一下贝斯兰事件 2004年 这个叛军攻进了贝斯兰学校 对 截止了1100人 攻坚的时候死了334人 好 我问你 2004年到今天多少年了 20年过去了 20年 我问你普丁去过没有 有没有去过 去献过花没有 没献过花 这一次特别跑去 而且跑去献花 而且还跪下去 是 为什么 为了北高加索地区民众 能够帮助俄罗斯 我最后讲一个 他跪完之后他去哪里 去清真寺 是 他是这个东方正教的 他去清真寺干什么 因为北高加索地区 有超过2000万的伊斯兰 是 他都在拉当劫赛 告诉大家说 你们要帮我 好 离开车程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莫斯科 为什么 急着见谁呢 见中国大陆的总理 好 进中文大陆 李强 李强 是 好 他进李强的时候 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讲话 他说 我期待 十月我要跟习近平在喀山见面 十月见面 对 这个时间点有什么意义 所以他已经下令了 十月一号要把乌军赶出库斯克 已经下杂通牒了 下杂通牒了 十月一号 各位看 决战点已经说了 因为我十月要在俄罗斯 见习近平 对不起 清场 不计一切代价 清场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是 纽约时报 居然拿到美国最高层 最机密的计划 对 什么计划 把它弄出来 说拜登决心 重新调整核弹计划 迎接核战世界的来临 那两条看似平行线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普丁在 拜登在这个报告里面 三月就下了指示 对 他说 世界核战已经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要加大 吓阻的力量 报告里面我简单讲 对 他说俄罗斯线动用核弹的比例 已经到50%了 50%世界上没这么高过 对 第二个 中国大陆真的看到 战争核弹威胁的力量 对 中国大陆在2030年 要造超过1000枚核弹 是 2035年 1500枚核弹 第三个他说 北韩有没有核弹 有 有没有发射能力 有 他对着南韩日本 有可能打核弹 是 第四个 伊朗有没有正在建核弹 这四国吧 铁杆都有核武攻击能力 所以欧洲 台海 南北韩 中东 对 都有可能爆核弹 是 所以现在美国要防核弹 所以现在美国突然间把这个弄出来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美国的暗音 暗音超高音速导弹 是 我告诉你 暗音超高音速导弹 它在今年6月的时候 第一次吃飞 美国现在把影片射出来 它从夏威夷出发 打到马上的群岛 对 你知道它打了多少 这样多圈 打了3012公里 是 它本身可以设4450公里 最重要一点美国现在宣布 明年2025年 它把它部署在哪里 这关键 菲律宾 这边就能打到中国的 大部分的陆地了 全部中国都可以打到 是 我告诉你各位观众 2025年它如果把这部署在菲律宾 一定会出大事 大大事了 好 那现在更严重的事情 世界大战点火线已经点燃了 乌克兰为了把大家都拖下水 对 乌克兰居然在昨天公开宣布 宣布什么呢 我打俄罗斯就是用外国武器 所以他也不忌讳 犯到了普丁的红线了 他故意要犯的 把大家拖下水 就把大家拖下水 好 那所以普丁快气疯了 那有没有证据呢 各位看 这个是在乌东 对 这个底面一定要看 这是米格29 是 然后他丢下炸弹 看到没有 这个是俄军的地下碉堡 这个下面是一个碉堡啊 地下指挥中心 他们觉得天衣无缝 他把中心放在地下 地下指挥中心 结果他用透地弹 精准炸弹的透地弹 把整个炸成大洞 好 现在关键来了 是 他这个炸弹为什么这么厉害 你看炸成这个样子 他用什么来炸弹 法国的炸弹 法国拖下来了 对 法国拖下来 这个法国 你说普丁生不生气 生气 好 生气 法国的炸弹 把我的地下指挥中心 炸成这个样子 是 还没完 第二个 居然他去打他的石油库 是 他的石油库 棒起来 被15架无人机去攻击 各位看 烧了三天三夜了 你看这个巨大火球 三天三夜了 还没扑灭 好 大家看这个 多可怕 还没完 他用15架无人机去攻击 你知道普丁线 已经损失多少了 多少 两亿美金以上了 两亿美金 还没完 还在烧 大家知道 俄罗斯线就靠石油 跟天然气带火 你把我的生命线摧毁 多可怕 我刚已经讲了 这个现在乌克兰是 这个无人机羽 对不对 太可怕一件事情来 这才真正出道 普丁不能容忍的底线 他拿45架无人机 去攻击莫斯科 莫斯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莫斯科没有受过任何攻击 等等 75年来都是平和的 每一天讨论 朱洋变色的恶务战场 我们都在算 他逼近莫斯科多近 你说他直接去攻击莫斯科 他直接45架无人机 跑去攻击莫斯科 有11架在莫斯科 四郊被击落 被击落 是 所以简直不可思议 现在 你把土丁最讨厌的事情 你全部把它做了 对 你去攻击莫斯科 你去炸它的生命线石油 然后你说外国的武器 都是外国来供应的 这个普丁一件都不能忍受 我告诉你 就是要普丁打核战 我再告诉你 看看这个东西 这个影片简直是杀人力气 注意看 这是什么打的 海马斯 海马斯精准打击 再看下面的 急速炸弹 看到没有 这个不是电脑动画 急速炸弹 一打一下 一枚趴下 天女三花 你看看 五百多枚子弹打下去 你看这是海马斯 这个海马斯多精准 这是美国的海马斯 把俄罗斯桥 车队桥全部打掉了 昨天马老师提到了一个情境 就是说今天他炸掉大桥 炸掉大桥 工兵要来架福桥 对 连架福桥我都炸死你 对 所以各位看 这个是美国的海马斯 这是美国的急速炸弹 你看这急速炸弹多凶狠啊 一枚打下去 这画面真的太恐怖了 你说普丁看到他能不能忍受 他现在等于是在跟几十个国家 在作战 是 好 还没完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乌军打得多准 注意看 旁边这么多房子 他打炸死这三个房子 炸得准到不行 完全没有动到其他房子 各位再看一下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他炸这三个房子 平常别的房子都没受到损伤 他炸得好精准 你知道他用的是谁 用什么炸弹 用美国的GBU-39航空精准炸弹 这个是不是专地用的 对 专地用的 这就是他的俄罗斯的指挥所 所以现在俄乌战争 我刚一开始讲什么 俄罗斯外交部长讲明 是 周恩斯基永远不敢进军 俄罗斯境内 都是美国指示他做的 真正普丁最大的一个利林 反正你全部都不拿犯了 利林是这个 什么叫利林就是不能触犯的 是 欧盟做了一件事情 居然把俄罗斯跟普丁 在欧洲的九兆资产 全部冻结了 是 这已经是不得了 九兆新台币 冻结就算了 他最近做一件什么事情 把九兆里面拿出俄罗斯的钱 拿出532亿 向18国买武器 对 供应给乌克兰 拿普丁的钱 买乌克兰的武器去打俄军 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532亿 第一批已经运到乌克兰战场了 像捷克买了50万枚 155榴弹炮 买了30万枚 122榴弹炮 所以他现在用 我扣押俄罗斯的钱 向18国买武器 运给乌克兰 去在俄罗斯境内打俄罗斯 你说普丁受不了受不了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想过 俄乌战争 戴希脱逢了两年多 突然之间急转直下 全世界都被拉进去了 入侵乌克兰 整个事情也面对现在 整个库斯克地区 我们讲过 俄罗斯守军 他们到底怎么了 如此的兵败如山倒 现在才跟大家说 乌克兰炸桥阻断 俄军的补给 没有想到 现在就连乌克兰的无人机 连搭建福桥的 俄罗斯部队 你都不放过 我们就讲 现在连普丁的盟友 各个作弊上官 真的放任 库斯克2500个俄军 这么沦为龙中鸟 让他们坐影在地 普丁是不是走投无路了 他居然冒生命危险 去抱团取卵 他跟谁抱团取卵了 各位观众 这个行动真的是 我认为不可思议 普丁居然坐直升机 跑去北高加索地区 跑去车臣共和国 去视察 怎么了吗 普丁到车臣 有什么不对劲的 开玩笑 在这个危机的时候 对 他坐直升机 随便一个飞弹 就把直升机打下来了 现在这个军事作战的时候 多危险的一个时候 他坐大型直升机 就跑去北高加索 跟车臣共和国 你要知道这危险性 第一个 北高加索有八个共和国 虽然都是清普丁的 但是里面有反恶的 叹恶的 这第一个 冒着生命危险 我跟你讲 他的几个左膀右背 中国大陆精神支持 没有武器支持 伊朗自顾不暇 他最亲密的两个 北韩跟白俄罗斯 这是兄弟的 对不起 这两个不肯扶兵 现在只有一个 共和国员支持他 就是车臣 就是车臣共和国总统 卡罗德夫 唯一可以支持他的 他一定要去拥抱 卡罗德夫 去取卵 所以冒着生命危险 他要去 我告诉你 我考你一下 是 普丁有多久没去了 车臣共和国 多久啊 十三年 十三年没去 他十三年没去 他除非走投无路 找不到资源了 他十三年没去 没有挑到一个 陈平安乐的时候去 挑到一个这么危险 冒生命危险 战火四射的时候 跑去这边 抱团取来 卡罗德夫也够意思 送普丁一个超级礼物 他送他什么大礼了呢 他送了他一台 这个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你这个不是特斯拉的电动卡车吗 对 电动卡车 他把它装上 这个机炮 把它变成武装车 你看 太夸张了 而且 我告诉你 亲自示范机炮是谁 总统卡罗德夫 他说这个东西 我送 你看这总统 亲自示范 是 给普丁说我把这个特斯拉送给你 而且我告诉你 这是 马斯克送给我的 马斯克送给我 所以我先转给你 马斯克有准你装枪 然后开箱战场吗 你听我讲 所以美国人就在骂马斯克 你喜欢供应这个东西 马斯克在推特上说 没有 没这回事 我否认 但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你看 这个东西 好 所以今天 各位知道 普丁13年 没到北高加索地区 没有到 这个 车程 他今天冒生命危险 坐直升机 我告诉你 一枚飞弹 情报意外一些 一枚飞弹就把他打下来 是 他一定要去抱团取揽 难道普丁 走投无路了吗 战场的最前线 他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好 现在 大家都在看到 库斯克地区的战斗 没错 但是昨天普丁做了一个绝招 他跑去轰炸了这个 基普 跟这个 基普的布里瓦 跟苏梅地区 各位看 多可怕 这火光是 二军轰炸出来的 他用极速炸弹 极速炸弹 什么意思 就是很了 飞弹飞上来 是 霸下天雨散发 然后几百个弹头 打下去 所以一枚极速炸弹 打下去 你看这种毁灭式的毁灭 你看 不是一枚飞弹造成 它是以整个地区 都没毁灭掉 我管你这个是军区 还是百姓居住的区域 他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对库斯克 继续给我攻击的话 我就把你 苏梅跟基普 两大城市 继续把你炸成废墟 这个是普丁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 库斯克现在战况 有多焦灼呢 库斯克现在 我要跟你讲 库斯克为什么变成 普丁最大的软肋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本来库斯克觉得 它是安全的地区 所以普丁把新兵 跟贵族兵 就高官的小孩 有钱人的小孩 都送到库斯克去 往最安全的地方 对 但是美国的情报单位 跟美国航空 都知道 那个地方是 防卫最虚弱的 就指引物军说 你攻那个地方 好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们现在已经 服务了三千人 对 还有两千五百人 等到渡河撤退 现在美国 之路之下 乌军已经把桥上的 三个大桥 全部炸掉了 是 炸掉之后 你两千五百人 被围困 撤不了了 我就变龙中鸟了 好了 第三个 乌军为什么 突变这么厉害 至少有 五六千的苏军 在那边 对 第三个就是 乌军的武器 太厉害 乌军武器 太厉害 为什么就是 他端什么出来了 都是西方国家的 对 好 海马斯 赤针 还有德国坦克 美国坦克 大家看一下 这是乌军 空降旅 五十八空降旅 用机炮 机炮 你看这机炮威力 多强大 根本乌军 是毫无抵抗之力 完全是 砧板上的鱼肉 这个简直被轰得 一塌糊涂 所以 这个机炮 是乌军的吗 不是 这么厉害的机炮 完全是美军的武器 我这讲个 雪上加伤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普丁曾经说过 你们西方武器 可以用在乌克兰 不能打到我 这个俄罗斯的领土上面 这不就打在 你的领土上了 没关系 这现在主要是 美国跟德国的武器 是 但德国已经宣布 他现在暂停军援了 西班牙今天跳出来说 你用我的武器打俄罗斯 没关系 我拍胸脯了 我认了 你不怕引火上身吗 所以西班牙第一个 跳出来之后 会不会有连锁效应 结果他跳出来说 没关系 你就打吧 你就打俄罗斯 打到莫斯科都用我的武器 杀红眼了 这会不会用 世界大战 给它爆发 是 所以现在 怎么办 怎么办 除了我刚刚讲的 现在世界各国武器 都在俄罗斯的本土上 使用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称 这么惨 无人机 你说乌克兰的无人机 凌空 乌克兰现在制定了一个计划 你知道叫什么计划 无人机 雨 雨下雨的雨 对 重要是那个雨字 他现在 这段画面怎么回事呢 好 这段画面大家注意看 这是乌军桥不被炸了吗 被炸了后他们要渡河 他要做这个人工渡桥 俄军要渡桥 桥给炸了 对吧 不是 三个桥被炸了 炸之后他要做人工桥 兵工营要做人工桥 让他2500人可以撤退 没错 那你在做桥的时候 对不起 我的无人机就把你这个桥炸掉 我让你完全没机会 就把你困在这里 我把你三个大桥炸掉 是 你想要做临时的渡桥 我再炸 不是 最重要的是我用无人机 我用无人机 棒 我的无人机海 棒棒棒 把你所有的计划全部炸掉 所以现在 他打算 要做 你知道多少 三万架无人机去搞这个地方 这不得了的 普丁怎么承受得了 这样的侮辱 注意看这个 这是俄罗斯的海因石无人机 这一架 这一架 他被谁靠近了 被乌克兰的无人机 乌克兰无人机 小的 密集的 棒棒棒 就把他整个 看到没有 整个就把他撞毁了 哇 这个是羞辱性极强 好了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问题了 我们刚刚看到影片 就要非常精准地跟炸弹一样 炸弹一样 他的无人机要打到这个上面 是不得了的事情 有谁帮助他导引 美国 美国啦 乌克兰没有卫星的 这个一定要卫星导引 才能在空中跟空中撞得这么厉害 对 你才能够打那个桥 打这么准 是 好 现在我就跟你讲 普丁为什么走投无路 刚刚讲西班牙 你说你可以用我武器吧 对 他在北约里面有一个国家跟他很麻痹的 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很多武器都是跟俄罗斯买的 所以土耳其在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保持一个均衡 土耳其最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土耳其发一个奇怪声明 他说我们有31架TB2查打一体无人机 我跟你们大家讲 TB2我们台湾想买 都买不到 好31架 他说是有第三国要买 结果呢 我们迅运往第三国的过程中 运输公司 运错了 对 运错把他运到乌克兰 最好是这么刚好 然后 乌克兰就把他拿来用了 你听我讲完 他说乌克兰那是给别人的 不是卖给你的 你要还我 对 但你在2030年前要还我 打完仓之后再还我 2024年 2023年还没完 你如果把我扣押的运错的拿去战场上用 不行哦 你要赔我7000美金 你不会痛 7000美金能干嘛 我们台湾说 70万美金你给我31架 最严重的是 这31架TB2上面 还附了导弹 你知道这严重是吗 这个是设定好的错误吧 对 好 再来看 土耳其居然还做了一些收到乌克兰两艘巡逻艇的订单 这个巡逻艇2300吨 而且我告诉你 它上面可以装鱼叉飞弹 可以装鱼雷 让它在黑海用 可以就在黑海用 所以今天乌克兰是没有海军的 居然土耳其帮它重建海军 所以你看 无人机TB2我也让你用 你没船我也帮你造 所以跟普丁最好的土耳其见风转舵了 昨天印度见风转舵了 这在吹什么风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 普丁这些问题又是 他的左膀右背 他的哥们们通通不出手 乌克兰身后的一黑手 全部伸出来 从黑手变成白手 我不再隐藏了 所以现在俄乌之间的天品 让普丁忧心忡忡 俄乌战场猪羊变色 普丁这下真的麻烦大的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 这是非常关键的 上个月还亲自开车 载着他口中最亲爱的朋友 印度总理莫迪来访 结果莫迪见风转舵 跑去立体乌克兰了 战场猪羊变色 真的起风了吗 另外一个麻烦是 他北韩的兄弟金正恩 今天38度线 又跑了一个投奔南韩去了 更糗的是 加拿大工程师 偷接画面通通录下来 完整曝光了北韩电视节目 平壤市民看的 就是您现在在看的 全球一阵惊呆 一秒倒退50年 孤立无援的普丁 等不到金正恩 等不到他的莫迪兄弟 传出他现在被逼急了 准备跟你鱼死网破 用核武弹头 瞄准欧洲32处目标 马老师 这下怎么得了呢 俄乌战争 原本歹系脱膨 没想到最近 巨律万金 直转而下 现在大家就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 乌军会不会进攻 莫斯科 第二个 普丁 会不会末日来了 第三个 普丁会不会最后 用核弹 来拯救俄罗斯 拯救他自己 第三个最可怕 核日 核弹 这不是我在那边 为你首尾 英国金融时报 昨天说 对 俄罗斯核弹 瞄准了欧洲 52个目标 德国 昨天表态 是 我暂时停止 军援乌克兰 你核弹说要打 不要第一个打我德国 我不激怒普丁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好 急转直下 最大的关键是 世界上两大 人口最多的国家 昨天同时做出了 让人担忧的反应 什么反应 谁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中国大陆 是 这两个 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 他们对 俄乌战争的态度 自为关键 好 第一个 我先讲 这个莫迪 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居然在昨天宣布 他要在这个月 亲自去基辅 拜访德伦斯基 国事访问 来来去去 怎么了吗 你开玩笑 莫迪跟普迪 是哥们 是拜法的交亭 这时候连拜法交亭 在你关键的时候 结果眼神 踩你一脚 这是多元的事情 各位 莫迪在上个礼拜 上个月 才刚去莫斯科 是 拜访了普丁 对 你看两个人 我告诉你 两个人抹击到什么程度 你看看 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是 不是握手 一般都是握手 对不对 对 他们是用抱的 是 领导人跟领导人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用抱的 你看看 抱的时候 他跟他讲了一句 最亲爱的朋友 万一你 对 觉得你这时候给我送软 是 你看又抱 一抱 二抱 三抱 哪有两个人一只熊抱 普丁亲自驾的电动高尔夫球车 是 带着莫迪去参观 你看 普丁亲自驾车 是 带着莫迪 对 他没有让什么四位保镖随同带 亲自带 表示说我是你八弟 对 两个人上个月才这么亲密过 对 莫迪居然在普丁正焦头烂额的时候 高调宣布 各位 我要去基普访问 拜访这段时期 你没有帮我就算了 你还去力挺乌克兰 我跟你讲 其实他们两个是生命共同体 我就要跟你讲 印度的军火 主要是俄罗斯供应的 是 好 那 印度在全球制裁的时候 他买俄罗斯的石油 对 好 来 我跟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 印度空军最近在一次演习 他们展示了俄罗斯的萨姆士版 是 反正在演习 对 你知道他们假想题 假想题是什么 中国 中共的飞机 而且他在摩尼试验里面 他把大部分中国飞机都打下来 这都不可思议啊 用俄罗斯的S-400去打解放军的飞机 去打解放军的飞机 你看多不可思议 但是也代表 印度对俄罗斯依赖很深 是 好 这是印度 我再讲一下 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家印象 中国 中国大陆 对 中国大陆 我问你 他的总理比强 现在人在哪里 在哪里 在莫斯科 这个就政治正确了 不是 他也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他从昨天出发 今天在莫斯科 他除了去俄罗斯 他还要去哪里 去哪里 他要去白俄罗斯 两个俄罗斯最大的左膀右背 对 这时候去什么 去送卵 送卵 所以两个国家都在昨天同时做了一个重大的动作 代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方 好 那现在俄乌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太恐怖的地方 为什么太恐怖 俄军居然挡不住乌军的前进 乌军再占领150平方公里 再占领100平方公里 那马老师他现在占领多少 超过1000平方公里 哇 才两三个礼拜 他去莫斯科只有300多公里了 一下子就打到莫斯科去了 好 我跟大家讲 现在你在打莫斯科这么紧急的时候 我刚才开始讲 英国金融时报公布 欧洲32处已被二核弹瞄准 这件事情严重了 严重了 我告诉你 而且他说拿击毙文件 德国宣布不再暂时停止军援乌克兰 俄罗斯你如果要瞄准32处 请把德国人拿掉 瞄准我的那个拿掉 对 不要打我 好 现在所有北约都认为 你如果把普丁逼得太极 普丁一定会用核弹 但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国家是说 你捞肿 你为什么不打肥弹 你赶快打核弹 打打谁 谁一直挑衅 美国 美国希望俄罗斯 你动用核弹 我就把你普丁俄罗斯给灭掉 我才有出口的量 所以美国跟北约是完全两个态度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说是美国 各位看 乌军长驱直入 为什么长驱直入 现在消息来 美国的间谍卫星跟情报 全部告诉乌军 你要到哪里去打 哪个地方他防守最薄弱 你从哪里进攻 还有乌军现在炸三个大桥 为什么他可以炸三个大桥 美国告诉你说 俄军阵员部队从这里来 你把这个炸掉 从那里炸掉 所以美国的卫星当他的眼目 让他精准打击 可是精准打击的背后 你说是美国 全部是美国 第一个 美国的情报 让乌军长期直入 战军之后 第二个 乌军现在最厉害的进攻武器 都是挡不住 一个是海马斯飞弹 第二个是刺针飞弹 第三个 美国跟德国的坦克 德国害怕就是 这一次乌军 不但用美国坦克 还用德国坦克 攻进俄罗斯境内 所以核弹打 一定先打德国 现在美国就是 你去打莫斯科 让普京打核弹 他打核弹 我就把它消灭掉 我就借口把它消灭掉 所以欧洲不需要你打核弹 美洲是需要你打核弹 接着关注的是乌俄战场 乌克兰发动二战以来 对于俄罗斯最大规模的入侵 过去两个星期之来 我们看到如入无人之境 兵败如山倒的莫斯科 现在传出极可能使出杀手剑 轻弹要来扭转形势 哇那非同小可 沙皇炸弹的噩梦 会不会接下来 重拾在我们的眼前呢 而当我们全神贯注 在看到乌军入侵的时候 注意美国的动作 战火已经延烧到北极了 美国把阿帕契F35引擎战机 相继布防到这个地方 甚至完成了温差100度的测试 人俊来告诉我们 他要做什么 美国在进行一件 从北极双面夹击俄罗斯的 一个密谋布局 把普丁给逼及了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 这次乌克兰居然派兵 进入到了俄罗斯里面 而且你刚刚提到说 如入无人之境 感觉他不断的往前推气 居然这件事情 让北韩出手了 你知道吗 北韩很久没有 一段时间去月上国际新闻 没想到他现在谴责乌克兰 甚至说什么 你知道你乌克兰入侵俄罗斯 是不可原谅的恐怖行为 甚至最可怕的那一句文 你知道吗 他说北韩将永远跟俄罗斯 站在一起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如果今天真的俄罗斯有事情 那我北韩小老弟 可能不会袖手旁观 尤其乌克兰军队善用什么 你知道善用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所谓的高科技 也是透过精确的卫星导引 把这个炸弹精准投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乌克兰的空军航空部队 居然透过精准的攻击 直接打到两座大桥 那以我们过去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要去轰炸 什么地方的时候 传统的你都还要不断地攻击 完了之后去校正 他没有 或者我们用安装炸药的方式 那但是你就必须深入敌境里面 结果你就要他就用这所谓空投的方式 居然把他给炸了 而且这两座桥有其重要性 是因为它是俄军重要的补给线 而且乌克兰方面已经讲说 他们会死守所谓的库斯克 甚至在这个地方建立军事指挥中心 所以他会在这个地方先扎营 然后暂停在这里 还是会再往前推进 现在就成为外界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我就好奇的是 大家也很好奇的是 过去这两个星期来 怎么可能让乌军如入无人之境 这个时候俄军怎么变得这么肉肉咖呢 所以大家就质疑讲说 俄罗斯的士兵们 或者他的整个部队 会不会因为长期 这个所谓战争的关系 已经失去了他们战斗的意识 甚至是什么你知道 连最基本的战长求生 都出现问题 你看在这个画面上面 俄罗斯士兵他们本来 你知道他居然大意到把这个所谓的反 那个反装甲的这个地雷 往旁边丢直 就这一丢过去之后 居然引爆了你知道 还好还好 因为在画面上面 事实上他还有能够行动 但问题是 如果你像这种战场意识 连地雷你就应该随便K 那你不炸死自己才怪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 俄罗斯在所谓的精准的资讯掌握上面 我认为可能也出现落差 比如说你在画面上面看到了 那个俄罗斯军队本来讲说 我告诉你 我抓到了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军队 M200动的这个所谓的发射车 而且予以这个机会 结果没有想到 乌克兰方面说对啦对啦 你是机会的 但你知道吗 我那个假的 他是用气球做出来的 一个伪装假的这个发射车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今天抓到你一个目标 我就炮击你 那我炮击的阵地 是不是就被暴露出了 是 没错 所以我接下来我就反过来抓你嘛 所以这个是冀中冀 迷中迷 所以袁俊 我就问 今天普丁他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击 我们上期跟大家讲过一个很恐怖的选项 告示飞弹 攜带核弹头 我的极音速飞弹你拦都拦不住 我就毁灭你欧洲大陆 看谁怕谁 今天更恐怖了 居然还有一个选项叫清弹 你不要忘了 沙皇炸弹那个噩梦 鱼姬犹存耶 过去我们在看到 就是说现代化的战争 基本上都是走高科技 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像什么极音速这种告示飞弹 大家就觉得说他需要晶片导演 可是现在因为俄罗斯经过去攻打乌克兰之后 大家发现他这所谓的高精密的武器 可能不如想象中的多 但是俄罗斯还有什么你知道 俄罗斯还有传统型的武器 现在居然有物理学家建议说什么你知道 说乌克兰军队不断的往前推进 那如果是你不阻断他的话很有可能对普丁的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居然建议说使用小型的清弹 对于乌克兰军队所会有可能进行这个所谓战线补给的这个路线 你只要用这个所谓的可控制型的这样一个爆炸当量 你可以造成人员的伤亡 但是所有的破坏又减到最小 居然开始建议普丁说使用清弹了 这个太疯狂了 已经没报了吗 连清弹的选项阻绝乌军的步步进兵都能想出来 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看过 他们连真空弹已经有人道危机的真空弹都丢下去 千方百计就不让乌军继续步步进兵 比真空弹更狠的是清弹都列入选项了 所以你看现在战争老实讲都还比较重视人道 像你刚刚讲的真空弹还有烧鱼弹这种东西 都比较禁止说你用在战场上对一般人员进行投资 但是你刚提到清弹 事实上俄罗斯在最早最有名的叫做史上最强的清弹 就是你画面上面看到这个叫做沙皇炸弹 那他那个时候研发出来的时候事实上都觉得说 我这么大颗你爆炸威力有多大 就他们在1961年10月30号的时候居然在新地岛这个地方进行试报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我们不是近距离拍这不是电影特效啊 1961年的时候没有这种电影特效 他那个时候展示出了5000万吨的爆炸威力 那我们讲5000万吨你看连在高空有没有 这个是高空飞机的视角居然冲破了云层迅撞云 对而且你看他还不断的往上冲上去 事实上在这一次这个5000万吨的这样一个爆炸的威力 大家都会想到说之前在日本也不是二战的时候 被美国丢过两颗的那两颗原子弹丢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丢一颗叫小男孩 他是这个所谓的沙皇炸弹居然是当时小男孩原子弹的3800倍 另外一颗被撞到胖子的这个原子弹 居然也是他的2300倍的这样一个爆炸威力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事实上这个郡壮云冲起来的高度有多少 他说当时在测试在1000公里外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郡壮云 而且他那个郡壮云的高度将近有64公里高 什么概念你知道猪木狼马峰你知道很高了吧 他居然是猪木狼马峰的高度的7倍 好可怕 足以灭绝人类社会的噩梦会再来一次吗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俄罗斯真的觉得说 我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武器 去阻绝所有战场上可能发生的 对他产生的这个危机来讲 真的有可能用在所谓的控制小当量吗 还是我就直接一次歼灭掉 我觉得那就是外界现在比较担忧的是 俄乌战场到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屠杀的战场 我们刚好告诉大家 在俄乌的战场另外一个火药库在这个地方 已经吓死人了 乌军如践踏如入无人之境 杀到了快到莫斯科的市中心 没想到几个迹象告诉你 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路开绿灯 下个礼拜推移的速度会更快 美国呢在这次俄乌战争当中的完全 是把这些能提供的先进武器都给乌克兰了 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 就是海马斯他的火箭发射车 那海马斯火箭发射车 本来乌克兰是用它发射一些 大概射程达100多公里的战术飞弹 那战场上是这样 你的战术飞弹 你的飞弹你的火箭 你如果越远程 你能攻击与打击的范围就越远嘛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 海马斯发射A-TEM系统 因为A-TEM系统 跟我刚所说的100多公里的射程 它又更卓越于厉害了 它可以射程达300公里 现在美国考虑哦 已经要把这些卖给它 或者是支援它 如果真的话是不是如虎添翼 所以就刚刚讲到了 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一路开预灯 加快钢铁洪流的推移 再来看到这个真是 不同小 非同小可 它如何提供更卓越 更强大的空忧掩护呢 是刚刚讲到了这个 300多公里射程的是A-TEM 它是陆军战术导弹 但是地对地嘛 就现在我刚讲说 美国可能还考虑要给它 AGM-158 AGM-158这个我觉得 哇那就厉害了 它是远距离攻击飞弹 这个远距离攻击飞弹 我播一个这个 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 训练画面 就射击画面 它由F-16所挂弹 那F-16挂弹呢 因为它的射程高达1200公里 这1200公里是个关键数据 也就是说我F-16根本不会进入到你俄罗斯的地对空的防空系统网 我根本不会被你打到 那你飞这么远 你不会被俄罗斯的防空给拦截下来吗 不会 因为它在它的地对空的防御领空外嘛 那我这边我就直接就把AGM-158直接射 射了就可以跑 射后就可以不理哦 所以F-16可以安全的离开 然后呢这个AGM-158它厉害 因为在这一长达1200公里的射程内 它可以由AI人工智慧指引 然后呢就这样精准找到你的目标 还可以判断哪个目标 这个可能是错误的 哪个目标的这个精准度更高 所以它有这样的人工智慧去判断 足以在地对空飞弹的射程外 就吹谁发射设施 你F-16是不是就不会陷入敌人的 这个防空领域之中 所以中博讲到这个地方我就问了 如果从今天打到这个地方 已经猪羊变色 就过下个礼拜还要加速推进的话 普里格金的生死诅咒 真的会成真吗 为什么有普里格金生死诅咒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传出 是因为其实普里格金生前 就还没有在飞机上被炸死之前 他就曾经录下这段画面 他这段画面就是一直在讲说 其实你俄罗斯如果在俄乌战争当中 会战败的话 也不足为奇 也不令人意外 他说他就讲了 他说你俄罗斯的军方 第一只会拍马屁 然后第二呢 你军力不足 你兵援不足 你就乱抓年轻人 把一些根本受训 也不够精良的年轻人 就直接就送上战场 你根本就是送死 然后他讲 他说政治领袖呢 还会被迫采取某些措施 好避免让一切搞砸 什么叫采取 被迫采取某些措施 也就是说他可能 俄罗斯最后会用内战的方式 革命的方式 然后呢 占领我们的领土告终 所以现在占领领土的部分 他的预言已经成真了 因为乌克兰已经把 库斯科都给夺下来了 那接下来他所说的 内战与革命会不会爆发 听了真的是令人猫骨悚然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